接下来请收看五体系列 Zither Harp 诸位菩萨大德 大家阿弥陀佛 上次分享佛说四十二章经 第十二章 举难劝修第四难 得读佛经难 这是第四难 读就是看 佛经是无上的法宝 过去各种条件都不具足 想要见到佛经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要有大福报 要有殊胜因缘 才看得到佛经 好像本经四十二章经 由加瑟摩藤和祖法兰两位尊者翻译完 朝廷把四十二章经 增长在深宫的燃台十四间 成了皇祖的增长品 成为国宝 外面民众 根本不知道有这一部经 更不用说可以看到这部佛经了 现在由于印刷术和交通的发达 红华普遍 佛经流通也广 所以看佛经非常方便 虽然如此 却有许多人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把佛经视为普通书籍 不知道佛法的珍贵 即使有机会听闻佛法 既不相信 也不想深入 甚至认为佛法 只是行善而已 把佛法当成一般的善法 由于现代社会佛经流传很广泛 一般人反而不知道珍惜 所以说得度佛经 要真正弃入佛法的心要 更是不容易 今天继续分享 生直佛四难 生出生到这个世界 直遭遇逢到 生于释迦摩尼佛注释的时代 是很难得的古报因缘 佛法注释分为正法 像法 末法 三个时期 正法时代一千年 像法时代一千年 末法时代一万年 正法时代 是佛注释的时代 佛有藏六今生 看到佛的今生 心生欢喜 就能与你 就能业障消除 听到佛说法的因生 就能开智慧 就能开悟 成道正果 因为佛有修行圆满的功德 怨恨 所以一听到佛的音声 你看到佛的形象 就能使人产生百分之百的信心 若是本身又具足过去的上根福德 很快就能得到解脱 佛经中记载 佛陀的弟子 听到释迦牟尼佛说 上来比丘 加沙自着 须法自托 三句话 就能成道 就能证得阿罗汉果 这是见佛得度的根基 所以说生子佛世男 佛世是佛法助世 是佛的法身 报身 法身注释 佛注释是为了度化众生 但要出生在佛注释的时代 非常不容易 佛的法身 佛的法身 恒常注释 佛的报身 佛之身有大化 小化 水泪化之别 所谓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佛的硬化之身也是可见的 如 佛之讲到我实实在在成佛到现在 佛之神 佛之被丰吉 佛所有 believed 佛 in 佛之光 佛ノ 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事件 像磨磨似的把它磨成围尘了 然后向东方走 走过五百千万亿拿由它阿生起果 放下一粒围尘 像这样子 把这一些围尘都放没有了 这一切世界的数目 多到无法计算 释迦牟尼佛在数不尽 这么多大节以前 就已经成佛了 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 常常就在这个娑婆世界 给众生说法 教化一切众生 不单在这个说佛世界 说法教化众生 在其他世界 也给一般的众生说法 百千万亿拿由它阿生起果 遇着种种根性的众生 我就给他说 所以所度的菩萨地址 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虚空 法华经方片品第二说 诸佛心出世 玄远 直欲难 十方诸佛出现于世 若能遇着十方诸佛出世 要经相当久远节的时间 我们难得 遇到佛出世 即便是与佛同世 但是要与佛见面也没那么容易 在佛陀时期 印度有一个城市有九万人口 有三万人见到佛 有三万人听过佛的名字 没见过佛 有三万人连佛的名字都没听过 更何况见到佛呢 所以与佛同世 想要见到佛也是难 所以说 诸佛出世 直欲难 佛陀刚觉悟的那个时候 他第一时间 想要世面 这时 犯天王浮现在佛陀的绝海道场上 这么说 一百八十节 空过无有佛等 可见释迦牟尼佛 还没有出世之前 已经过去一百八十节的时间 一节多久 一节无法算数 那是几亿年才算是一节 一百八十节 空过无有佛等 可见 释迦牟尼佛还没出世之前 那么长久的时间 没有佛 所以 释迦牟尼佛过去之后 那还要再经过五十六七千万年 那么久的时间 迷了佛才会出世 要执欲佛真的很难 若要遇到佛 是多么不容易 我们 是在佛后出生 古德说 佛在世时 我沉沦 火灭度后 我出生 忏悔此生多业障 不见如来金色身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金刚座上乘道 出传法轮度无比丘 从灵鹫山到几数级孤独园 在恒河中有两岸 来往与印度南北弘扬佛法 普度众生 佛陀在世时 不晓得自己沉沦在什么恶道里 没有亲临佛陀的教室 真是佛事难遇 火灭度后我出生 现在释迦牟尼佛灭度了 我们才出生到世间上 忏悔此生多业障 不见如来金色身 不免悔恨 自己的业障如此深重 见不到八十种好 三十二相的如来金色身 可知生子佛事 是难得的福报 佛陀已入涅槃两三千年 只留惠命在人间 今生此事 我们好不容易能听闻佛法 如果闻法而不知实行 就算与佛同事也没有用 佛在世时 当时的民生 大都很困难 贫穷苦难 流离失所的人很多 其中 有一群流浪在外 又找不到工作的人 他们的生活总是三餐不济 有一天 有六七个流浪汉 看到佛陀生团的队伍很庄严 又看到佛陀带着比丘们 到家家户户去托波时 每个家庭都十分恭敬地 供养佛与生 那种献贡 抵拜供养的景象 令流浪汉们觉得很震撼 想想自己 为了生活而流离失所 如果去启食 不仅得不到施主的供应 还得受人能眼批评 然而 比丘们同样是脱波启食 却得到人民深深的敬重 于是这六七个人 不断地议论着 如果我们加入生团 生活就不用担心了 也不用找工作做 多轻松 于是 他们相约来到佛陀的今色 恭敬礼佛 恳切地要求佛陀收留 让他们出家加入生团 佛陀看到他们态度虔诚 就慈悲地答应 为他们剔度 他们再也不用为了生活而烦恼 所有的信徒 所有的信徒 对生且比丘们都非常尊重 他们很欢喜 甚至得意忘形 每天脱波回来 吃饱饭 无所事事 六七人便结回一档 天南地北 谈天说地 这种细颜西相 放纵无度的形态 生团中其他的比丘 看在眼里 心里很不以为然 有一天 一位年轻比丘 实在看不过去 就像佛陀诉说 他们的懈怠 放逸 不顾生且形象的状况 根本就是生团中的败类 佛陀听了之后 也很无奈 就对年轻比丘说 这是一群在生死中流浪的可怜人 他们为求佛命 而进入生团 所以迷失了败命 你去叫他们来 我想对他们说话 年轻的比丘 遵照佛的指示 呼唤他们前来 佛陀怜悯恳的辅导 这几位放逸的比丘 终于如梦初行 了解到生命无常 虽然与佛同事 自己却不知觉醒 能流浪在六道苦恼的漩涡里 最后他们厌弃了 过去放荡的生活 开始寻求惠命的解脱 不再为生活苦恼奔波 这段故事可以用来自我警惕 虽然是与佛同事 也在佛前替度进入生团 然而如果不懂得及时把握 好好实现佛陀的教法 哪怕是在佛的面前 佛的坐下 也是一样浪费生命 佛在世时 开示四地 十二云元 六波罗蜜等真理 虽然佛一路涅槃 佛法还是存在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都是开示 误入宇宙人生的真理 真理是不变的 真理不分过去 现在未来 不分东西南北 真理就是道 有一位居士 在屋檐下躲云 看到一位禅师 正撑上走过 于是就喊道 禅师 普度一下众生吧 待我一成如何 禅师说 我在雨里 你在沿下 而沿下无雨 你不需要我渡 居士立刻走出沿下 站在雨中说道 现在我也在雨中 该渡我了吧 禅师说 我也在雨中 你也在雨中 我不被雨淋 因为有伞 你被雨淋 因为无伞 所以不是我渡你 而是伞渡我 你要被渡 不必找我 请自找伞 说完便走了 自己有伞 就可以不被雨淋 自己有真如佛性 应该不被磨迷 雨天不带伞 想别人助我 平时不找真如自信 想别人度我 自家保障不用 专想别人的 岂能秤心满意 自散自度 自信自度 凡事求诸己 百元经卷九 有一则故事 过去 佛陀在 社会国 起诉起 孤独园 弘法时 城中 有位大副长者 取得名门 贵族之礼为期 长者 还特别 聘请城中 最好的乐师 每天 演奏 种种 上妙音乐 来取悦夫人 长者夫人 怀任十月后 不仅产下一名 相貌端严的男婴 生下来 身上既裹着一件 由 虚曼花 编织而成的衣裳 不但柔软无比 且色彩缤纷 同时 同时还透露着一股世间少有的青江 文字令人神清气爽 长者 长者特别请来 张相师 为儿子 看相 相师们看到男婴端正 苏妙的相貌 都赞叹不已 于是纷纷询问长者 孩子出生的过程 有什么瑞相吗 长者夫妇回答 孩子身上的虚曼花衣 是与生俱来的 相师们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此为男婴取名为虚曼纳 虚曼纳在父母的慈爱中 一天天长大 她的个性谦衡 对人总是温和有理 大家都很喜欢亲近她 更不可思议的是 身上的虚曼花衣 会随着她的身形成长而变化 始终合身 长者夫妇 知道虚曼纳身上 能有这件庄严的虚曼花衣 一定有其特殊因缘 便让虚曼纳全王 及孤独院出家修行 并依阿纳律尊者学习 坐禅等法门 出家后的虚曼纳沙咪 非常用心学习 在阿纳律尊者的教讨像 不久就证得阿罗汉国 得三明六通 聚巴解脱 为诸天世人所敬仰 一天阿纳律尊者 令虚曼纳到远方的拔堤河去 汲取净水 供养佛陀 于是虚曼纳前往 拔堤河 将镜瓶装满水之后 往空中一直 镜瓶竟飘浮于空中 跟随着虚曼纳往竹林金色飞来 当时在几孤独园中的比丘们 见到这番情形 都非常讶异 得知虚曼纳 只是出家喂酒的沙咪 对于虚曼纳能具有如此神通 更是叹慧成有 于是 大众比丘恭敬的请示 佛陀 世尊 虚曼纳沙咪在过去生 究竟种了什么样的福报 不仅今世出生于富贵人家 又有虚曼花衣随身俱生 更在出家不久后 证得阿罗汉国 于是 佛陀为大众慈悲开示 其中的姻缘 过去九十一节前 匹婆师佛注释 在波罗奈国弘扬佛房 教化百姓 功德圆满后 入于涅槃 当时的 佛摩达多网 于佛涅槃后 发现建造四宝塔 供养佛设立 当时有一同志 前往张扬 礼敬宝塔 看到殊圣的庄严宝塔 心生欢喜 因而发现出家 然而一直到年老 都未曾开悟 于是 甚至 苛者尚为 一天 比丘以其所有积蓄 购买虚曼花 亲自以细线 将一朵朵的虚曼花 编制成一件 能够盖满宝塔的虚曼花衣 供养佛设立塔 并且发愿生子佛事 随佛出疆 证悟道国 佛陀告诉大众 此比丘 由此供养功德 九十一节以来 不堕地狱 畜生 恶鬼 不论天上人间 常有 虚曼花衣 与生俱生 享受天人福报 更由于 忏悔花衣功德 于今世 得欲佛出世 随佛出疆 而证道国 诸比丘 闻佛所说 皆信守教会 翻喜奉行 君日虽不能生此佛事 但性能有正法注视 岂能不把握种种因缘 听闻佛法 尊重供养 精进不懈 以愿导行 与其在信解行政中 远去诸佛信印 面误本来佛性 佛说四十二章经 第十二章 举难劝修 阐明人生有二十种困难 能够突破这二十种困难 就能够人格完整 无得智慧圆满 超凡入圣 依据四十二章经的教法 用功修行 做人做事 也能达到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的境界 我们依法修持 将受到时时处处都圆满 就让我们更努力 实现佛陀教法 愿大家 听闻得福 读诵得乐 思维得慧 修行得安 我们依教奉行 就能时时处处 都圆满的吉祥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阿弥陀佛 光耀片三千 一盏灯万种星 天天燃灯供佛 更点亮自信光明灯 欢迎随喜护持 台湾燃灯功德会 话播账号 5032-3858 5032-3858 护名台湾燃灯功德会 一开始大型的灯 quo 两下左右 都是大型的 大型灯功德会 都可以转发 这些那种灯功德会 要感动 根本不得 超大型的灯火 有点一开始 大家都可以 比较大型的受害 满事 生命电视 让佛法环绕全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 佛教动画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